这是一个很浪漫的假料 有一次弟弟参加公司宴会 在宴会上喝多了 外人面前的弟弟很能伪装 他们以为弟弟没喝醉 其实已经醉了 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送弟弟回家 这时候弟弟酒精才上来 然后拉着要走的工作人员 吵着非要给哥哥打电话 工作人员就把弟弟手机拿出来递给他 但是弟弟觉得这是工作人员手机 自己的手机丢了 然后弟弟嘴里一直说着我走丢了 找不到哥哥家了 我的手机也丢了联系不上哥哥了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哭笑不得 又把手机给弟弟 说这就是你的 但是弟弟却说你要不把手机解锁 我也用不了 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 就联系了哥哥那边的助理 说明原因后 助理把电话给了自家老板 当电话那头传来哥哥的声音后 弟弟委屈极了 弟弟抱着手机跟哥哥说自己走丢了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弟弟念叨了十来分钟 还让哥哥唱歌给他听 哥哥给弟弟唱了好几首歌 弟弟听着听着抱着手机睡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明是很明显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